ASA 嘗嘗哵 一些事情要困托人 突然确认一番 我人生很少认了那些事情 所以大家很多 Marion 误会了我 可以认为我陷阱 Pero 其实我都确认 即是抓紧自己 嘗嘗 ils自己第二名 譬如今天星島的A1陣行過來 他們真的頭條一遇很多天就拜A2 你知星島其實一直給人感覺 就是由兩年前一直都是唐嬰支持者 所以他對於梁振英的政策 有時候也批得挺狠的 今天我覺得也是批的 有一點點就提起 就像當年董建華說八萬五號的感覺 就是港人港地政策超超各自 那你怎麼這麼低賺 你就這樣看以為是 應該是壞了 靜雞雞收回政策 你以為是這樣 你不對現你的選舉承諾 首先我想說 如果辣椒有效 還需不需要港人港地政策? 那你又對 不用的 首先我覺得不要你先照顧那個字 照顧就是批評的 但是如果我們將它變成 港人港地政策各自 其實未必是一件壞事 是吧 未必是一件壞事 因為我經常覺得 你一個自由市場 由這塊地港人港地 你發叔會不會第二次發叔會說 發人發地 是不是? 戒人戒地 新戒人有新戒地 是不是? 新戒人戒一些地 新人戒地 是不是? 新戒人有新戒地 是不是? 你會不會這樣? 如果是這麼說 深水埔人這麼窮 要不需要深人深地呢? 行不行? 這是晚上節目來的 深人深地 即是 九人九地 港人港地 新人身地 離人離地 行不行? 那就是諸侯割據 就是了 所以其實港人港地 當然港人港地 這也是很古怪的一件事 因為港人港地 其實有一點是 不讓你內地人買 目標就是這樣 是不是? 現在的 中國的矛盾這麼激烈 你還在推港人港地 其實跟梁振英那些所謂的內交政策 是行不通的 所以它不能大挪大鼓各自 但是的確 如果政策是重複了的時候 是 我覺得是不需要的 是不是? 就是你用一塊小的土地 說這塊地只是香港人買得 不像你有一個大政策 譬如雙辣椒 是在稅制上 去做一些大一點的措施 讓大家明白市場運作好一點 就是大家現在會去猜 這塊地是否港人港地 那塊地是否港人港地 市場運作其實是不好的 不理想的 所以我覺得港人港地各自 是OK的 因為運作上的時候 這些這麼小 我們叫微型政策 或者很針對性 那塊地的政策 通常都不是一些 可以實行很久的政策 成本高的效用太多 是的 所以就很簡單 是的 所以我覺得就是 但是重點是 就算超超各自 你覺得是不是都應該罵呢 還是超超各自 其實不應該罵呢 不 我都是好事的 如果因為 我剛才說香港的自由市場 你只能夠客退一些炒家 或者內地的有錢人 你只能夠客退他 但是他仍然都有選擇 但是港人港地就是 你剝了他的權利 就不像香港一貫那樣東西 還有港人港地 老實說 我覺得喊出來就好聽 港人港地 港人港地 那麼喊出來就好聽 但是實質做其實 實質是難 還有跟很多的 其實之前說的辣椒是有點像的時候 那麼何必要 又重複呢 沒有必要 還有超超有個好處就是 超超有個好處 是的 你洋了的話 其實會有一個電話突然爆出來 是的 我就是想說了 港人港地政策 大聲各自 那就是 政府覺得市場太低了 現在要討好 要討好 其實是不是 你是要逼著要超超各自的 你太洋了 那大家都會理會了 咦? 這麼大聲說港人港地政策 不用了 到時候又破頂了 是的 到時候又要上去 這麼辛苦 按住這麼久 你知道 大家這麼恨買樓 你大大聲說港人港地政策 沒錯 大家就 很興奮的了 立即到 想買的又慘 炒的又很開心 是的 所以我覺得 你表面上就說它是私縮 是的 但是實際上 星島拍陳茂寶這張照 都算是難得一見地 不算壞的了 低炒 低炒上 低炒上也不算壞 所以其實 超超各自 我覺得都是make sense 其實 總之這個政策 我覺得就 暫時不去 都是始終是低炒的 而且你這麼短時間內 修正 你以為容易嗎 甚麼是呀 死定其實真的是 慣例 很多時候 在這麼大的機構 所以其實 這麼短時間內選擇 熟悉 靜雞雞各自 免得市場出現 混亂的訊息 其實 說到底 都可以炒 快炒 了 更多 好 原來 是 真的 感谢观看